搞马脑超音速缓舰导弹成为大洋2024战略演习的亮点 大洋2024是一次广泛的演习 涵盖了几个关键海域 包括太平洋和北冰洋、地中海、离海和波罗的海 演习涉及400多艘军舰、潜艇和支援舰 120多架飞机和约9万名士兵 这种参与规模凸显了演习的全面性 凸显了俄罗斯动员和协调大量军事资源的能力 在大洋2024期间 俄罗斯海军进行了一系列复杂的演习 包括反潜战、两栖登陆和导弹发射 其中一个亮点是搞马脑超音速反舰导弹的发射 该导弹展示了其精确瞄准和高速能力 演习还展示了海军和空军部队之间的协调行动 展示了现代军事战略的综合方法 搞马脑也被北约称为SSN-26 Straubel 是由NPO Mashinostronini开发的俄罗斯超音速反舰寻航导弹 这种导弹以其先进的规格和能力而闻名 使其成为现代海战中的一项强大资产 P800洋葱的长度为8.9米 直径为0.7米 它的翼展为1.7米 有助于稳定飞行 该导弹的发射重量约为3000公斤 该导弹由冲压发动机提供动力 推力为4吨 这种推进系统使P800 Onyx在高空达到2.9马赫 约3180公里每小时或1998英里每小时的速度 在较低的高度 导弹可以保持2马赫左右的速度 搞马脑的作战范围因版本和发射平台而异 标准版本的续航里程可达600公里 约370英里 而Onix M版本的续航距离可达800公里 约500英里 该导弹可以在高达14000米46000英尺的高度飞行 但通常在较低的高度运行以避免被发现 搞马脑配备了一个复杂的制导系统 包括中段惯性制导和主动雷达巡的 该系统确保了高精度 导弹能够集中止定点机密范围内的目标 该导弹还具有被动雷达导引头 增强了其探测和攻击目标的能力 该导弹可以携带各种弹头 包括俄罗斯版本的300公斤半穿甲高爆 D弹头和出口版本的200公斤D弹头 这种灵活性使搞马脑能够有效打击 从重型装甲舰到沿海设施的各种目标 搞马脑可以从各种平台发射 包括Bastion P等海岸防御系统 海军舰艇和潜艇 这种多功能性使其成为进攻和防御行动的宝贵资产 搞马脑是俄罗斯导弹技术进步的证明 其令人印象深刻的规格 包括高速、远程和精确瞄准 使其成为现代海战的关键组成部分 该导弹从多个平台发射的能力 进一步增强了其战略价值 确保它仍然是俄罗斯国防武库中的关键资产